你是老定了 老定了 我没有再老了 很早就已经定了 对对对对 啊 也没有问你 谢霆锋发脾气了 谢霆锋发脾气了 真心原谅张博之了吗 谢霆锋的回答是从未怪过张博之 两人即便是离婚了 也很庆幸仍然有着很好的朋友关系 如今两人各自事业有成 这已经是很好的局面 想当年神仙都羡慕的明星夫妻 被突如其来的燕照门事件给摧毁了 或许是因为张博之为谢霆锋生下的两个儿子 已经足以让谢霆锋怪罪不了张博之 但也因为这已经是有裂痕的婚姻 谢霆锋无法接受污点 进而转身投入初恋王妃的怀抱中 谢霆锋张博之两人的感情走向真的很迷 谢霆锋与张博之也已经离婚了很多年 不过他们在娱乐圈的负荷热度还是很高的 有些人觉得张博之第三胎的生父就是谢霆锋 不得不说谢霆锋是生父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谢霆锋的父亲谢贤承认了 谢贤在采访中表示 无论张博之怎么样都是谢家的儿媳妇 张博之的孩子自然也是谢家的孩子 我喜欢我就会去做 我不喜欢你怎么叫我都不会去做 但是我觉得我是多情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喜欢一个人我就真的用心去喜欢他 没有说哎呀因为他是这样子 所以我喜欢他 他是这样子我喜欢 要这么说的话 谢贤是承认张博之的 张博之也还是会带着孩子逢年过节去探望爷爷谢贤 说句不好听的是 如果不是谢霆锋的孩子 谢贤怎么可能会忍下 谢贤年轻时可是比谢霆锋还玩得开 谢霆锋本人也不是完全跟张博之撇清关系 有网友爆出在谢霆锋曾在张博之家过夜四天 一次藕断四连 在节目中张博之也曾说过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的无助 但好在现在都坚持了下来 两个儿子都已经到了董事的年龄 但一个女人最大的动力就是来自丈夫 因为有着谢霆锋的经济支持 张博之才能尽心尽力的照顾孩子 对于一个女人而言 要一个人养活三个儿子 的确很难 尤其是从婴儿期一直养到大 在这中间需要付出各种努力 虽然离婚了 张博之与谢霆锋之间的关系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 反而对于他们来说更加融洽 好在张博之已经度过了人生最难的时期 张博之的冲进并没有被生活中的产品油盐磨灭 张博之参加了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2》 作为一档以唱跳为主的节目 实话说 这并不是演员出身的张博之强项 带给张博之的考验很多 无论是唱歌还是跳舞 都是张博之体力与能力还有心灵上的考验 但说实话 看到张博之舞台上状态的时候 确实是挺惊讶的 没有想到 四十多岁的年龄依然保养的那么好 也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 张博之真的是一个坚强的妈咪 重回公众事业的张博之 再次证明了是金子在哪里都不会暗淡 证明了什么叫做老天赏饭 张博之隐退的这些年里 还是没有人能撼动他的颜值 仿佛时间就回到了 张博之十八岁那年刚刚出道的时候 喜剧之王还没老 那么大家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所以说里面是文质人更多的 圆筒还没有的